去餐廳想用飲館喝東西 忘記自備的話,你會選擇膠飲館還是紙飲館? 想環保,但紙飲館經常用一陣泡回曬 最近新推出的Solible紙飲館 勝稱可以浸凍飲四至六小時都沒問題 我們一於試試 好多人都喜歡咬飲館 似乎這款新的紙飲館都頗有彈性 浸水一個小時後 普通紙飲館的紙層有少少散開 開始霉霉的 Solible紙飲館都還不錯,沒什麼大分別 四小時後,Solible紙飲館的紙層散開 以及變軟身的情況比較明顯 都算多耐用,新紙飲館是怎樣呢? Solible創辦人阿Don說 因為有一次,兒子反問 為什麼紙飲館用一陣就霉了? 那麼不耐用 於是他就用兩年時間去研發 傳統紙飲館是由三層的紙繞成 再經過一些膠水黏起來 不耐用是因為紙本身就會很容易煤 加上膠水本身很容易溶在水裡 所以不耐溫度亦會比較容易散開 用了現在這個方法就是用一張紙 再加上防水塗層的做法 用紙杯的形式 將它彎曲起來 再用這個刊接的技術 將它刊接在一起 紙方面比傳統的紙飲館 會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用紙 是可以拿回一些新式的紙廠 它會去循環再做紙 其實我們一開業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開始用紙飲館 而紙羅布這隻飲館 我們用了大約一個多月 平時用的紙飲館 可能放在這裏十多分鐘 那支紙飲館已經軟了 但這隻放在這裏半個小時 甚至超過一小時 其實仍然都很硬正 不會說好像以前用的 質量比較低那些 就很容易就軟了 而不滿意又要換那支 其實都不環保 也會不會說 這隻放在這裏半個小時 也會不會說